比如说你现在持有的一家公司 它跌的很多 你该怎么办呢 在公司基本面确实没有 在你的认知范围内 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你该怎么办 这时候往往一些公司 会有一些满天飞舞的负面信息 这些负面信息 很容易影响你的理性的判断 这时候就是蛮困难的一个时刻 我之前给大家两组非常重要的数据 对所有的真正的做架头的人来说 这两组数据 我觉得有种非常重要的指示意义 就是你不理解的两组数据的话 那你就很难处理 你投资性价中最自然的这个时刻 第一组数据历史上放眼古今中外 整个投资世界史 那些真正能够长期取得 卓越回报的这些投资大家 几乎都经历过回撤50% 甚至70%的时刻 从巴菲特的老师到巴菲特自己 到巴菲特伟大的活活人查理芒格 到段永平到李璐 这些人都曾经经历过 30% 50% 70%的这样回撤 而且不止一次 像巴菲特经历了三次 这些最伟大的投资家们 他们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惨痛的回撤 或者浮亏 这是第一组数据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组数据 在历史上 所有涨到了100倍 200倍 1000倍的 甚至1万倍的 3万倍的 这些公司过程中 都有数不清的 回调50% 70%的时刻 不管是哪家公司 不管这家公司的基本面 有多么的好 多么的伟大 哪怕它的利润是年年增长的 比如说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家公司 它的利润年年增长 但是它的股价却经历了 无数是回调30% 50% 甚至70%的时刻 好 这两组数据 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它 如果你从这两组数据 能够领悟到一些东西的话 会有助于我们 在今后去度过这个 人生必源会来临会经历的一些 治安时刻 因为每一个投资者 必源会经历 你最后该怎么应对它 这两组数据 对我的启发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然还有第三组数据做一个补充 第三组数据也指的大家去思考一下 即使在08年最高的位置 市场最和热的时候 最疯狂的时候 你在一个估值最高的位置 买到了一家或者两家公司 这两家公司你认为非常的牛 你持有到今天 即使它现在过去几年 又下跌了40%甚至50% 而你的回报率 却超过了99%的普通投资者 却超过了95%的职业投资者 在这两家公司从08年最高点到现在 回调40%的过程中 而这中间又有多次回调30% 50%的过程 任何一次你拿了 你就拿不到那个超越99%的 普通投资者这个成果 超越95%的职业投资者这种成果 好 这三组数据 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去思考 所以我把它拎出来 如果说对你没有任何启发的话 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所以该怎么去度过它 首先你要从理性的角度你去看 然后从情感上 你该怎么去克服 因为情感上的 或者说心理上的一些东西 让你做出了一个更糟糕的行为 所以每一个人处在这个时候 其实都有个最优解 但是大部分人是很难坚守这个最优解的 我刚才说的三个例子 大家可以反复去揣摩 反复去讨论 反复去回味 因为它就是指南针 当然我不会说三个数据到底有什么启发 因为启发一定是来自于美国人的 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 跟你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时候 它是节远不同的 所以当我们真的经历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 这个就是考验人的 极为考验人的 因为你内心的所有的顺人性的东西 都会逼迫你去做一个更糟糕的选择 这过程就非常的难熬 还有一种摁子的思路 大部分人把这个东西它视之为洪水猛兽 如果真正的是理解透了这个价值投资者的精髓的话 这个回撤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风险呢 比如说像巴菲特的老师在大笑调中回撤了70%多 他并没有把这个当作真正的风险 所以他能够度过它 否则的话你自己吓得吓得半死了 所以你因为这个事情的担忧焦虑恐惧 其实是取决于你对这个事物的一个看法 你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事物的 这个就很难了 就刹那间你念头一转 可能就是一个是机会一个是风险 那这就难了 这取决于你长期的对这个事物的根本性的理解 很多人如果说他有两种方法 比如说要么去对抗他 我去对抗 对我去逃避他 无非这两种方式 其实这两种方式其实都不是很好的方法 因为你无法对抗波动 波动是必定存在的 对吧 所有的大师 所有的伟大公司都经历了这种 也就是说你要对抗他 某种上你就把他最伟大的公司 或最伟大的这种机会 全部给他逃避掉了 更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能够认知到 他不是真正的风险的时候 你采取的态度可能是另外一种角度 你反正是主动去拥抱他 这是这种全新的视野 这也是巴菲特19岁就领悟到的一个精髓 比如说赌毛选 很多人不明白 里面有两个词 一个叫迂回 一个叫持久战 什么叫迂回呢 很多人主张拒敌与国门之外 那就叫死拼了 能不能迂回一下呢 能不能诱你深入呢 能不能把整个延安就怨给这个湖中南呢 我要的是整个终局的胜利 而不是局部战场的胜利 这些东西其实是相通的 但是要理解他 真正做到他却是千难万难 你看到的就是急切的想 把这个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家 那种心情 那种欲望 那种热烈 那种激情 你都必须要把它赶出去 尽快三个月赶出去 但实际上客观现实 是人家非常的强大 我们相对的弱小 这必定是一场持久战 所以这种思维就是在当时 你知道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认同 只是事后看来 好像这个思想极其伟大 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的角度 会事后复返的角度 去看待那段历史的时候 你就看到 好像大家都那么想 不对 当时不管是哪一个角度 占绝大多数都是什么 不是这么想的 不是说持久战 不是说迂回 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难的 比如说你对抗波动 你能把波动给消失掉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难是难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人 比如说一辈子在成为 价格波动的奴隶的话 他在对抗他或者逃避他 我不要这个回撤 我不要这个下跌 我们买了就想要上涨 你就想试图把所有 对你不利的波动 全部回避掉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获得了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你获得了一个更不确定性的未来 转换回来 还有什么